因為我們看實際上沒有任何的collection of money在這裏 因為即使在裁判官的判決那裏,他都很清楚說 連控方的證人都沒有說我們有個商是裁判商 證人亦都很懷疑自己,究竟我有沒有去講到 他都公開地去講,呼籲別人籌款 唯一可以很清楚的就是一個二維碼那裏 即是有一個二維碼,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呢,現在就爭辯的觀點就是究竟在什麽叫公眾地方 以及究竟我們在公司提供一些籌款的資訟 這些是不是籌款的所謂行為呢 這些問題就是我覺得這次的高等法院 我當中的法官都沒有解釋這兩個觀點 而是根據一個所謂法律上的 你是裁判,你就有這個行為,有這個組織,還有這個準備 所以你就是入罪了,所以我覺得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去想著,譬如我自己本人對這個結果 當然是不滿意的,另一方我們就會去上訴的 就是去申請中心發言這個鬼可 那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呢,就是現在其實很多時候呢 在打官司計劃呢,其實很需要,我們希望的目的就是 就是希望將法律的詮釋,法律的解釋的定義是能夠更加寬鬆一些 是更加是一個開明一些的一個講法 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似乎是打官司,希望能夠做得到的就是這樣 你覺得剛才法官有沒有回應到你們上訴方題的言論自由的方法? 因為他根本都沒有回應到,因為根據他的理解 就說我在有公開利去,在弱頓的大聲公去端款 而他沒有,即是如果他不是這樣想的時候呢 他根本就覺得你這個整個行為變成一個籌款的活動 但是我想再忘記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整個過程不是一個籌款活動 其實是一個街站,一個宣傳我們社民連的政治理念的街站 不過是有一個義拉架,有一個義維碼在那裡 所以整個行為我不會覺得這是一個籌款的活動 而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活動,我是不會這樣解讀的 而法官就完全不是這樣解讀他約人籌款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言論就應該受限制的 我覺得最可怕現在整個法律的系統都是說 你有言論自由,你有人權,不過你就依法 問題現在的依法越來越狹窄,對於法律的詮釋是越來越狹窄了 好像這個案例就是這樣很清楚了 你變得就是說,他將一個所謂政治的宣傳活動 就將它解讀為一個籌款活動,那你就中了 那你就被這個法律所頒 那我就更加不要說,這個是一個政治的行為 更加不要說法律本身其實有很多是解讀的 剛才我們提出的就是說,是否一個所謂公共空間的解釋是怎樣 網上的籌款是否屬於,即是一個所謂實體的社會上呢 即是實際的公共空間,這個也沒有回應到 那我另一個害怕,就是我見到他就說,很強調那種滋擾 對公眾的滋擾,阻礙交,因為這次就叫籌款 那其實我們現在街站會怎樣呢,即未來我們其實在做街站 其實如果在他們眼中一樣是霸佔工地,是所謂的滋擾 那我其實有點擔心,即是說,究竟會不會將每日越來越收緊呢 即是這一樣東西,即是連一個街站補籌款性質 因為跟他的邏輯一樣的,是吧? 你在補經規準,然後在補大聲工,又在補佔官地,又在補說話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我反而就更加擔心是這一樣東西 即是說我將來我們的身體活動空間,或者我們的人權 到時真的我們的言論自由,就真的有很大的打擊 那會不會說現在你們見到有時都會擔心 是 會現在其實都已經是,那些二維碼都不展示 我們現在大家,今個星期三十號,我們又有另一宗同類的案件 在東區 那裡,又是所謂的非法籌款,甚至是張鐵盤,未經噴出張鐵橫牙 那我們更加是很荒謬的,今次更荒謬的是,連我們言二拉架都沒有 即是,它就是在一個刊文裏面的二維碼,它就是這樣告我們 那同樣,更多方便,我們連那個Banner,是一支黑布的,黑布的橫牙 都是說我們非法張貼,那我都很想知道究竟確實是怎樣 因為我們看法例本身的橫牙,本身就是要有圖像,圖像,字母,文字 這些東西,而我們一塊黑布,那都是被人告 那所以呢,即是你會看到,今次我們被人告,就是有一個二拉架 那現在呢,二拉架都一樣被人告 那我連那個Banner,以前有字的Banner又被人告 沒有字的Banner,現在一樣被人告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法律是不斷在收窄 所以我剛才說,我會擔心,現在我們還可以做街站 但是會不會再將來,一一一又是說你字要呢 那一樣都是可以的,即是這樣的時候,同一個邏輯的時候 那我就是很擔心,那個,即是我們香港人那個 活動的空間,言論自由的空間,它不斷在收縮 現在我們的街站,基本上就會有很多的警察大哥,就會在公候我們的 然後呢,就是去講一些,即是你作為一個政治,即是一個活動 政治的公開活動,你們有什麼要留意的那些 那很明顯,警察都很明顯,不會當我們籌款 根本就是當一個政治的活動來處理 一個公共的政治活動來處理的 那所以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還要告我們 非法籌款,還有那個叫什麼,叫拉,非法掛張掛的橫牙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有警察會在那,還有會不斷地 由一開始到尾,就一定不斷在那裡錄影的 錄影我們,即是錄影我們,即是誰拿咪就錄影 那其實很明顯,即是說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第一,一個是一個有些威脅性在那裡,即是你 因為你不知道,因為現在大家知道,現在的煽動罪 是不需要有暴力的,即是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他們認為你講的話,是會挑起對政府的憎恨 所以,其實我不知為什麼有空,就是我們每一次的街站 警察都會是全程這樣錄影,那我當然,即是會,我現在暫時 是沒事,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即是作為一個情況的警罪 這些,OK 剛才那個判決那裡呢,他說要拿那個牌照 其實之前有沒有拿這個牌照,或者昨天有沒有想拿牌照 我們從來都沒有拿牌照的,因為其實大家,即是直以來 社會本身呢,都是比較寬鬆的,政府對於這一點 除非有人投訴,即是我如果知道有些人去投訴,即是 對某一些的團體,即是說可能是,但對於我們一些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政治團體,那其實一般過去來講 一般都,即是大家比較寬鬆,那我就這樣 是,OK,謝謝,現在我們哪有這麼不潛撥,和人打官司 因為這個都是要罰,雖然是全票案,但都是要罰狂的 今次呢,今次30號那次,總共抓了我們九個人,包括我們義工 所以現在我們為了要搞輕損失,我們永遠都是三個人做街站 好,謝謝